刘儿妮 怎么回到家又开始哭了 我太想大娘了 我一想这么多天 大娘家我们太好了我就难受 哎呀刘儿妮就是有情有义 我们刘儿妮绝对是 人善心美是不是 看我们这个大肉肉 都在大娘家吃饭了 刚刚大娘看着刘雨晗哭 大娘也哭了 然后我又看大娘哭 我也想哭了 哎等两天我再蹭你们去大娘家行不行 你先进那去 妈妈你看大娘也哭了 你又进来干啥呢 行了你别哭了 你看以为大娘要看见了又得难受啊 你别难受了 你看大娘都发心心了 说过两天就来接大妈 嗯别难受了 妈妈你看这些都是大娘给我买的新衣服和新鞋子 分享给我看一看 嗯 我身上这一件是新的 还有这两件都是大娘给我买的 我一看连衣服 我应该难受 还有一条新的可漂亮的 在手上晾着呢 大娘又洗干净了 除了那三件新的 还有五件大娘穿小的 我可喜欢了 我 我每个颜色一个呀 大娘送给老二的衣服 老二老喜欢了你看 其实我们刘儿妮真的是重情重义 又有爱心 是不是啊 我这一套连体牛仔裤也是大娘给我买的 还有这一个超级帅气的短裤 老二你给我一件这个短袖吧 不行这要大娘给我买的 我正好配这个短裤穿就好了 那你给我一件旧的也行 不行这是大娘给我的 那这件白色的也行 不行这个更是新的了 那你就在里面让我挑一件吧 那行吧你挑一件吧 除了这一件不行 哎呀我就想用那一件的 这个我都不相忠啊 咋挑啊 我真的太疯了 就只有这两个你随便挑吧 我这两个都不行啊 那就不给你了 老大人家都同意送给你一件了 你还挑三件四的呢 我想要的他都不给我 那你就挑人家新的 哎呀这个不行 皮嫂那个也行叫这个不行 你看这一件多快钱 就给你这一件吧 我不要这一件 那就不给你了 哎呦 这一件白色的上衣 搭配老大的这个裤子 确实很搭配很好看 老二 要不你就把这个白色短袖 送给老大了呗 不行这个是大娘给我买新的 而且这是大娘给我的念想 你看大娘给我买的鞋 粉嫩粉嫩的 你都不给我买大娘都给我买 是的好看 我不是怕你穿不干净吗 我能穿干净 你都不给我买过 其实我随便搭配衣件 都挺好看的 我只是想试探一下老大 他真的是重情义 他们大娘也是重情重义的 你看哭的眼睛都哭肿了 大娘妈妈在拍我都没看见 小孩子的思想真的是最纯真的 谁对他好他就是特别的依赖谁 你看老二现在还难受吗 难受 老三把你的新衣服鞋子拿过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老三一共收到了四双新鞋子 后面这两双是大娘给我买的 前面这两双是三姑奶奶给我买的 老三比较喜欢这一双 我和大娘比较喜欢这一双 然后呢我们就说买这一双吧 老三就生气了老三就说那我两双都不要了 结果大娘两双都给他买了 老三你这样做是不礼貌的知道吗 去别人家做客的时候不能这样耍脾气 记住了吗 我的家就不这样了 嗯那就行 虽然你是小孩子妈妈也知道你喜欢新的东西 但是咱不能给别人损脸色 记住了吗 记住了 老三虽然还很小 但是我觉得这些做人的道理 我必须要跟他讲一下 妈妈您让大娘给我买的新衣服 妈妈这一件黑色的是一套的 然后还有一件白色的在身上亮着呢 这个白色的上衣是某某哥哥穿脚的 然后送给我了我刚好能穿 雨晴 到一路上人家去玩意 你可不能跟人摔脸色 你到一路可以好几次上人家玩意吧 你不穿呀 爸爸我知道错了 我现在都不这样了 这样只好弄盖都行 以后可不可以这样了啊 嗯 把眼泪擦一擦吧 无论到谁家里面都不能这样知道吗 到姑姑家也不能这样 到大娘家也不能这样 然后你要是这样的话 人家就不喜欢你了 嗯 妈妈你别说了 想给刘雨晴肯定知道了 对不对 对 妈妈大娘还给我们买了新书包 我拿过来给你看看 好的 你看我的书包还是格格转的呢 非常的青春 你看我的阳光帅气 你看我的 还很可爱吧 地上还有一个小挂饰 我还送了一个文具盒 书包上面还有这个小挂饰 非常的可爱 这个方格的确实很清新 里面的空间也很大 老二书包的挂饰 也非常的卡哇伊 老三的书包也很好看呀 这里还有一个笔带呢 然后这个还有两个包 它这边还有两个拉链呢 你看可以装很多的书 又在给弟弟臭美呢 给弟弟穿个小型的带着小发帐 就是让你生了 就是有点黑 黑小带 大姐会在过两天再来接我们 我去大娘家的时候 我再也不任性了 这期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拜拜 大家觉得他们的新衣服好看吗 还有新书包 谁的最好看呢 我妈 宝宝的好看 好